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第2位 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台上10分鐘 台下10年功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在成為資深的醫師之前 他們經歷了哪些艱難的過程呢 好辣軍團們 又有哪些故事要來分享呢 這班小郭 妳是夏語頭 大家好 我是夏語頭 大家都知道 醫生基本上就是要讀很多的書 但是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醫師不只要會圖書 就是手也要非常的巧 因為像我有聽說他們為了要練習 像有些什麼 香蕉皮 豆子 這種生活上的一些吃的 或者是用品 都可以把它拿來當作 一個練習的一個對象 對 因為手術都很細微 醫生養成大不易 一台成功的手術 背後可能有幾年的功夫 所以妳剛剛說這些醫師 還可能都需要哪些練習呢 妳看我們桌上 對啊 看起來都很厲害耶 就是人體器官 對 這樣有心臟 對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對 我們要讓觀眾更了解一下 醫師到底平常在練習什麼 用什麼東西來練習 心臟外科的養成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大家除了一般我們在做練習這個綁線之外 因為血管真的會噴血 沒有把它綁牢的話 到時候就容易出血 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們現在用這個撐開器 把妳的胸骨把它完全把它撐開來 大概撐這麼大的情形下 然後妳的心臟還是埋在這個胸腔裡面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做手術的時候 有時候要把這心臟輕輕地翻起來 翻到妳要想要做的血管之後 因為血管非常的細 所以我們大家都用這種 非常非常細的一些針 線去縫 我們大家給大家比喻看一看 這個細的線在兩頭看起來的時候 就這麼小在我的手上 妳有看到線嗎 我有在這邊 對 這邊有一條非常非常 好細喔 比頭髮還細耶 非常非常細的一個 然後妳就要在這個地方 一針一針的 因為它在蠻深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很深的進去 去轉這個針 轉這個針然後把它放進去 前面是不是有個放大鏡 要 妳自己 畫一個像礦筒 通常我是戴2.5的 有些人戴到6倍的放大鏡 因為它本身也 對 所以妳要懂得去轉這個針 然後去用旁邊這些小器械 去協助妳把它縫起來 所以縫血管非常精細 那妳其他護士要做什麼事 護士小姐就要幫我們架這個針 那麼這時候我們可以做這些 心臟外面的手術 還有心臟裡面的手術 像一些半膜的手術 這些都是越做越精密 所以它的東西 都會在越來越做在裡面 所以我們還要想盡辦法去 越做越深的時候 妳的器械就越深 所以我們最痛苦的是 這麼小的針 後來不見了 因為有些時候 那個針很細 妳在後面弄弄弄的時候 跳掉了 跳掉的話 針就有時候掉到心臟後面去 我印象中有一次 我們好不容易把心臟做完了 那護士小姐在算針的時候 護理師在算針的時候 發覺說少了一個針 少了一個針 我們就有時候沒有辦法下台 就是大家 所以這幾個基本 所以這個針跑到後面的時候 妳就想想看 我要去把那個針拿出來 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心臟外科的養成非常辛苦 所以妳除了把它縫好之外 妳還要去打結 所以妳的手如何的伸下去 把那個結打得很牢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今天就麻煩二位試試看 這是一個套在這邊的針 針到底在哪裡 我其實都沒有看到 我現在都沒有看到 我們試著把這個針給它取出來好了 我們這個針最大的特色就是 這邊有個卡榫 卡住它之後 妳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來 我們要試試 針在哪裡 事實上針在這個地方 這不是針 對啊 我們這個持針器 叫卡榫住之後 然後小心翼然拿出來 一扯太快 這個線跟針就會分離 就沒有用了 對 對 對 所以拿出來之後 妳再去慢慢地去縫這個血管 妳可以感受一下子 妳就可以當個很好的外科醫師 鞋槓 用鞋槓 用鞋槓 縫下去 然後用轉的 縫這裡 對 縫血管 紅色的 這一根 對 縫進去 然後轉血管 轉 一定要轉 妳轉不過 針就跑掉了 所以我們這一刻 在養成的過程中 坦白講非常的辛苦 因為血管沒有被縫好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主治醫師 就會罵那個年輕的醫師 這個線不可以斷 斷的話怎麼辦 所以每個人都是被罵大的 在練習的過程中 除了要會去縫 手不能動 手不能抖之外 妳還要把線綁得很好 免得耳朵就一直被罵 可是醫師為什麼 都這麼喜歡喝酒 那手不會抖嗎 這時候 看完刀之後壓力很大 其實是妳讓一台心 心臟能夠跳回來的時候 妳心情會覺得很好 有些時候晚上 會覺得想要有個放鬆的東西 放鬆一下 這時候突然聊了 要有個出口 要有個出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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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哥妳剛剛這樣 其實已經手術失敗了 妳有沒有放起來 如果很年輕 跟20歲還可以 所以妳知道 一個醫生養成有多難 對啊 壓力會很大 有幾個心臟手勢 又不能夠一直拖時間 對 整個心臟是步入在外面的 而且用外面的血液循環 對 那剛剛大家有看那個 瓜哥有覺得 那個圓醫師的針 非常的細 那個是七個零的線 那我們一般在針線 分大小的時候 數字越小的 它是越大 所以譬如說二零三零 是很粗的針 很粗的線 那剛剛圓醫師是七個零 那今天我帶的是 九個零跟十個零 等一下瓜哥如果想挑戰一下 一定可以來試試看 來 更細了對不對 這個磁針器 是我們縫雙眼皮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的 這已經算小的 那這個是大概縫 大概五個零 六個零的線 那我們顯微手術上面 要縫的齒針器就更小了 這個頭大概就是這麼小 我用這個去夾針 剛剛那個圓醫師給大家看 是不同的七個零的線 那今天像我帶給大家看 這個是十個零的線 十個零的線它的針頭 大概是0.3公分 是小於0.5公分的 那等一下我拆給大家看 這個針在這裡 那哪裡 在哪裡 這裡 在橘色的那個上面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沒有 超級細的 那應該是沒帶來 我可以加給大家看嗎 圍圍的 應該是沒有帶來 對 我可以加給大家看 對啊 那當然我們實際上 在做一定就是 會在顯微鏡底下 這是十個零的針跟線 這個是要縫什麼 那就是說 我們在縫 比如說斷指 比如說手指斷到最遠端 那手指雖然看起來 好像很粗 但是裡面的血管 我們從心臟那麼大的血管 一直到末梢 手指的時候 其實它血管是非常細的 可能就0.1公分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 那麼小的針線去幫它縫 才能把血管補起來 尤其像小孩子 萬一弄到手斷掉 那個更小 像對 在這邊跟大家呼籲那個 飲料店的那個封口機 一定要很小心 因為很多小朋友受傷 都是手指 進行那個封口機受傷的 而且那個很難接 因為它是壓榨傷 它不是刀子的切割傷 它的斷口會非常的不整齊 對不對 那那個也是我們整形外科的 業務範圍 因為二十幾年前 我兒子手指做切斷 這被那個 怎麼會 整個突然下來 他手剛剛丟到 怎麼切到拇指頭 天啊 所以那個縫了很久 我還記得我之前 主治醫師第一年的時候 就不知道是 新任主治醫師 就三八火 我記得有一次半夜 就是有 是兩隻手的手指都被 木鋸 就是鋸木頭的那個鋸子 那一隻手指頭 我們可能要接 兩條血管 然後兩組神經 然後都用那麼細 剛剛看到那麼細的針線縫 然後那麼多隻手指頭 而且這種通常都是急診刀 所以都是半夜 但你很累很想睡的時候 就是還要用鮮圍巾 就是做那麼多的事情 然後我開完就早上了 好佩服喔 整形 要當整形醫師 你縫工要很好 一般要縫的時候都會走 你有沒有整形醫師幫我縫 那個八火會比較漂亮 因為怎麼講 應該是說我們習慣的大小 就是已經是那麼小 那麼精細 那像比如說 我們一般如果在縫 比如說一般的組織 可能用的鋸子大小 可能是像這樣子 我們真正在 比如說像我現在縫眼頭 做眼頭的手術的時候 我們就用那麼細的 就是顯微手術的器械在做 因為那個差別可能就是 0.1公分0.2公分的差別 那當我們都習慣用那麼小的 就是規模去看東西的時候 當然會稍微細緻一點 不過會有不同的難處 像心臟血管外科醫師 他們最難的其實是 因為它會很深 就是要縫 他們不可能把心臟掏出來縫 那它的距離比較遠 就算有放大倍數 跟它就有一些運針的角度 那我們的話 手指可能就比較好擺在 我們想要的位置 但是它困難點就會變成說 它有時候 彼此手指之間距離也是會太近 那我們要擺位 也不可能把它拆下來 再重新縫回去 因為其實擺位也會有點困難 那另外就是它的細緻度 就會真的很高 剛剛原醫師有提到說 那個心臟就是在縫的時候 那個針已經很小很難照 那我們之前 我們醫院就請到一個 世界級的日本顯微手術大師 一個教授 就是教科書上都有它的名字 然後來我們做示範手術 那我們全部人都很開心 覺得想說 大師要來示範就很開心 然後那個手術是一個 淋巴水腫的手術 所以它就是用超顯微的手術 我剛剛拿給大家看的是十個零 它縫的是十二個零 就是又比剛剛那個 就在小兩階 然後手術雖然是很順利 然後大家都學到很多 但是中間 因為他們畢竟講日文跟講 我們台灣試著用英文溝通 就溝通上有差一點點 後來針就不信 就是也不見了 那手術這樣沒有辦法結束 然後可是最重要的部分做完了 甚至皮膚還沒關 那我們就趕快請大師說 那你去休息室休息一下 你們來找針 然後我們來找針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照片上 還在地上找 還在地上 對 因為針得很小 等一下瓜哥可以看一下 我帶的針已經夠小了 他用的針比我帶的針更小 然後那麼大的手術房 手術已經結束了 那個手術台上的布單 我們都找都找不到 那他可能有時候不小心就 那個根本比頭髮還要輕 根本就找不到 你們要找出來的原因是因為說 怕留在身體裡面 就是我們現在為了病人安全 一定要找出來 所以就是那台手術本來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多 三個小時要結束 後來找針又另外花了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那妳為什麼不這樣 掃地雷的機器這樣 我們有一個像吸塵器一樣的 實鐵 但是因為那個真的太小了 所以吸到一堆垃圾 但是又是一個 然後吸不到我們要的針 後來我們都是還分區域 比如說把開到房分 分什麼六個區域 然後每個人都在那個區域 用那個手機的燈去照 然後就趴在地上看 這樣才找得到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